欢迎收看小高 奥运会后 全红禅的各种邀约不断 他辗转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 人气不亚于顶级巨星 密集的应酬也一度让他没有时间回老家 看望自己的亲人 而全红禅的老家一整个夏天都是热闹非凡 因为他家成为了网红打卡地 还形成了规模不小的夜市 可见全红禅的热度有多高 而经过近两个月的休息 全红禅也开启了新赛季的训练状态 近日新一届的中国跳水队已经集结完毕 全红禅作为当之无愧的一解释人物 也顺利入选 而这次回归集训队 全红禅前期最大的工作就是减肥了 因为在奥运会后 全红禅放飞了自我 各种奶茶 饮料 火锅 烧烤等美食 一直没有控制 导致体重发福了不少 而回归集训队 他还特意剪了一个短发 画了新发型的他 明显脸都圆了一圈 有知情人士透露 近两个月 全红禅的体重长了大约10斤左右 而随着跳水队的集训 迎接全红禅的是一系列的训练 过程毫无疑问是十分辛苦的 而根据前方记者透露 在集训没多久后 全红禅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目前全红禅的腿伤 腰伤和肩伤的伤势都有所复发 目前在教练陈若霖的陪同下 全红禅已经入院接受治疗 而这次全红禅主要治疗的是腿伤 而此前就有媒体爆料 全红禅虽然年龄仅有17岁 但是从7岁开始 她就开始长期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 导致自己身体多个部位出现劳损情况 而且她的腰伤十分严重 几乎不能长时间站立 今年夏天她参加活动时 全红禅一度因为腰伤疼痛难忍 直接坐在了地上 此外 在今年9月份 全红禅参加活动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全红禅因为站立了挺长时间够 她双手捏着腰 一直在缓解疼痛 她表情看着十分的痛苦 可见她的腰伤已经十分严重 不得不说 全红禅作为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 能有如此的成就 与自己的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 她全红禅付出了超越年龄的努力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她单薄的身体 似乎已经早已不堪重负 但是面对镜头 她从没有抱怨过 也许 这就是全红禅一直受欢迎的一个原因 此外 全红禅的脚踝 因为长期训练也有严重的劳损 而且她的脚踝位置处 还有一个凸起的大包 这次都是因为平时高强度的训练导致 而每次比赛 全红禅都会花费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去用绷带缠起来缓解疼痛 可见 全红禅的成功确实不容易 是她用无数个日夜的艰苦训练换来的 看到她年仅17岁 身上就出现了各种劳损 确实令人心疼 也终于明白 帮她夺得金牌后 她抱着教练失声痛哭的原因 在此祝福每一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